大家好,我们是齐山农工续产保健科 我是何新成,我是陈欣志,我是林一文 我们的专题题目是 输出新滋味,应用输肥技术研发机能性助理及制品 首先是我们的研究动机与目的 这张图表是台湾的高龄化时程 根据资料统计,台湾在1993年进入高龄化社会 预计在2025年达到超高龄社会 可见高龄化上升的趋势 而在续产裁工课中,我们曾经学购肉练嫩化技术 目前市面上有苏菲鸡胸肉的产品 它的口感相当软嫩 我们设想能不能运用脂肪含量较少的里脂肉部位 研发新型猪里脂制品,造福台湾的老年人口 在试验架构上,我们以里脂肉为原料 将它分切成1.5公分和2公分的肉排 使用肉针进行嫩化 分为每平方公分,0针,2针,4针,6针,总共4组 以100度热水煮熟后,感官频频测定口感 试验2以试验1为基础 选定2公分的肉排 以肉针分组,分为每平方公分,8针,10针,12针,总共3组 以100度热水煮熟后,感官频频测定口感 选分数最高的组别,进行主试验 主试验综合上述两项试验 最后选定肉排厚度2公分,每平方公分10个洞 腌制之后用水浴槽进行输肥 我们分为有出色腌制液的组别和没有出色腌制液的组别 分别进行65度C3小时,75度C2小时,85度C1小时的输肥 最后选6个项目来做品评标准 分别为制成率、成分分析、TH值、色责、物性和消费者感官频频 得到最后的试验结果后,我们针对数据进行讨论 接下来是我们的苏菲里肌肉制作过程 我们先将肉排厚度定2公分,并切出6块 用指尺量处长跟宽,便算出面积 再用肉针进行软化,抽每几万公分10个洞 配置腌制液并取出3块肉注射每几万公分5毫 有注射腌制液的肉进行腌制一天的动作 将肉排取出并真空包装 上面是有注射腌制液,下面则是没有 将团分别放到水浴槽里面 分成65度C组3小时,75度C组2小时,85度C组1小时 这张图是我们的成品图 在制成率方面,我们取了上述两个结果 分成肉排厚度2公分,跟每几万公分搓10个洞 我们发现65度C有注射腌制液的制成率最高 85度C没有注射腌制液的制成率最低 那时间结果就水分方面 可以发现65度C有注射腌制液的水分最高 85度C没有注射腌制液的水分最低 蛋白质方面,85度C有注射腌制的反白质最高 65度C有注射腌制的蛋白质最低 脂质方面,85度C有注射腌制的质质最高 65度C有注射腌制的质质最低 那挥分方面 85度C没有注射腌制的挥分最高 65度C有注射腌制的挥分最低 硬度方面可以发现85度C有注射烟剂的硬度最高 6度C有注射烟剂的硬度最低 LSTAR就是指它的数值越高色泽越亮 可以发现85度C有注射烟剂的色泽最亮 75度C没有注射烟剂的色泽最矮 接下来是感官品评的部分 此张图表为感官品评的品评表 以极度不喜欢为1分到极度喜欢为9分的9分法进行试验 在外观上以65度C有注射跟无注射 与75度C有注射为最高 在85度C有跟无注射 与75度C无注射为最低 但其相差不大 在硬度上以85度C有跟无注射为最高 在65度C有注射为最低 在多滋性上以85度C有注射 75度C有注射 与65度C有注射为最高 以85度C无注射 与75度C无注射为最低 在整体性上以85度C有注射 与75度C有注射 还有65度C有跟无注射为最高 以75度C无注射为最低 在整体接受度上以65度C有注射为最高 85度C无注射为最低 在结论上以 输肥技术配合机械嫩化 应用于注射肌肉排中是可行的 将注射肌肉加热后 所具有之感应特征加以改进 有效改善产品的质地与口感 使得高龄人口更容易食入 且注射肌肉为低脂高蛋白的健康肉品 更可成为高龄人口丰富蛋白质来源之一 以上是我们的专题研究结果 谢谢大家